嗨 上銀科技 卓永財 董事長 亞洲大學資傳器教授 同時也是知名主持人的陳文倩教授 亞洲大學大家長 蔡敬發 蔡校長 亞洲大學董事 林家綺董事長 上銀科技 蔡惠卿 總經理 讓我們掌聲歡迎 佐雪愛給大家 你好 各位同學 校長 還有我們現場的貴賓 我们前面有几个非常杰出的女性企业家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看到台湾出现的女性企业家比例越来越多 各位大家好 我们现场的贵宾卓永财董事长 她的人生太传奇了 当然在台湾传奇的企业家很多 可是我曾经上次上课的时候 跟各位同学说 人生最像一本书 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 那我当然知道上瘾 因为上瘾是台湾台中的一切骄傲 台湾到现在为止 在制造业里头 最强的研发的 而可以走进去现在机械人领域的 就是上瘾科技 每个人都在讲 那我很有兴趣的就是卓董事长的背景 你们可能想她是台湾电机系 加拉电机系 罗姆系 她是学会计的 然后她本来年轻的时候 可能她那个年代 卓董事长 当时是当了工人员 就去了交通银行 一路就升到了主任秘书 所以她学会计 那这讲起来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 她还比我 我没有刚头年代了 我比她年轻一点点这样子 然后呢 在她的那个年代的时刻呢 学会计就是保证你一定会有工作 第二 银行 那叫铁饭馆 对不对 原来她的人生 也不准备给自己有太多的惊奇 那是台湾很苦的年代 如果 不好意思可以透露你年龄吗 昨天晚上我跟一个人吃饭 那个人不小心说了我的年龄 我就 一整个晚上两个小时 没有给他好脸色 没有说他一句话 我怕你现在这样对我 我可以说你的年龄吗 请教董事长 我从来没忘掉我 我从来没忘掉我 我从来没忘掉我到底是几岁 我每天都是这样做 走路也是很快 就这样被提醒 我1942年出生 你算一下 几岁 所以她是二战之前出生的人 对你们来讲 有点像石器时代了 对不对 二战之前出生 那那个年代的人呢 战争 免于死亡 因为那时候美军是在台湾轰炸的嘛 对不对 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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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风来 那个时候还很小 对 对 这个 那时候还很小 然后呢 可以 整个台湾是非常穷苦的 那个时候的人都吃寒鸡 在台湾轰炸的机械业工具机 然后变成了台湾最有名的 No.1的工具机的大老板 那我们文献事业 财经周报的制作人 我就跟她说 你一定要去 那她很忙 我就逼她去 因为我去MIT嘛 省理工学院 我去哈佛去哪里 我们都会带着她 我就说 你就是要负责工业4.0 结果她也就在汉挪威工业展 就碰到了 卓董会长 不断不断地学习 所以我给她的一个标题叫 不刻意安排 她本来很担心啊 我到底要问她什么啊 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跟她说 这个标题你满意吗 不刻意安排 就是你的人生 接着努力不屑 算是对您正确的描述吗 董扎 我很意外 可以说100% 这个很厉害 努力不屑 您到现在工作到几点 你要拿麦克风 虽然你是机器人第一名 还是要拿麦克风的 我礼拜六从汉挪威回来 这个非常忙碌 其实我从英国回来 英国展 然后又买下了一个三百年的牢厂 很久没有去看了 所以借那个机会 我就回来台湾 那回来台湾呢 礼拜六到 就上上礼拜六 到 那到 然后因为我答应了 北区福人社 它有个联合年会 在国际会中 大概将近三千人 所以我就跟我的秘书 记录我的POW POINT 录到晚上两点 各位 礼拜天早上两点 然后中午去演讲 我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接了政府一堆会 我们公社 然后又上个礼拜 又去了汉诺威 那又礼拜六回来 各位就是 这就礼拜天了 各位现在礼拜几 所以现在都是开会 那我的人生 你要问我大概就是 那这几年又特别忙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大学医药育 我觉得有问题 技职也有问题 那我们的科技发展有问题 我们将来的年轻人 到底怎么办 22K到底 有没有机会解决 这个一定要有就业机会 所以我这几年来 除了我把上营要 high win 还有我们大营要做好 那 我就把教育部的 高等教育省议会 危急当委员 顶尖大学委屈 然后我要去说服那些 哈佛罗教授 我们一堆 伯克莱 斯坦佛的 那些省医委员 还有厌世 所以第二期的顶尖大学 你可以看到第一期的 only one的标准 就是S写论文书 S写论文 所以一直写论文 写论文 那第二期的顶尖大学 就被我加了两个 一个就是 那个 产学合作 另外一个就是发明专利 所以后来学校 就会开始 包括台大战利 以前台大也没有实习 这几年都开始有实习 那 科技部 我也去 算不算了 所以科技部呢 我也是当产学委员 我也去省 政府很多预算 所以经济部 那当然更不用讲了 我现在当产制会的工业审议会的召集人 所以白天如果在台湾的时间 基本上白天大概都在政府开会 你有管公司 晚上我至少干部开会 就这样 今天结束了 我请同一几个 比较有希望的同仁 请她吃个饭一起聊天 你太太几点可以见到你 蛤 你们母亲几点可以看到你 但是我有一个原则就是 这个 礼拜六晚上回家 所以我从交通洋在的时候 那个时候装电话很难 副理以上可以装电话 我装电话我就不给银行 我希望啊 礼拜天是我自己的时间 所以你太太到底几点晚上看到你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 不一定啊 我有开会的时候我也会回去 回家探亲我才跟她讲 然后礼拜天 回家探亲的 礼拜天一定全家去吃饭 然后去喝咖啡聊是非 礼拜天是我们的 家庭时间 然后其他都在工作 所以我的员工来讲就是 不是说绝对 绝对是 99.99%以上 我会在礼拜天去找同仁 我尽量克制我 所以我不会像一般老板 就是11点以后我基本上 不会再打电话给同仁 那10点 你说10点就是晚上吗 晚上 晚上 我都跟他们说呢 晚上我就不打电话 但是我发检秀的时候 你可以不要回 千万别看 有天再看 我每天看到他的睡眠 因为我的生活 我不希望我的小孩 我的同仁像我这样 好 总结一下 我们卓董事长 虽然他已经创业这么成功 已经七十几岁 现在你们年轻人只要有机会 不要讲他七十几岁 连我的年龄啊 里面都会写半百老巡 或是半百老妇 大概都是这样 我很记得我五十出头的时候 当时英国的选秀大人 苏珊 她出头了吧 那各电视台呢 都下了一个标题 叫做苏珊大神 就我一算 这位姑娘比我少六岁 我很生气就跑到电视台 就是老 就是唯一的好处 虽然你会被嘲笑 可是你场面上 就是有这个气势 我就插着腰 就走到编辑台 我请问你们 你们为什么叫苏珊大神 为什么要叫他大神呢 他们就很害怕 因为他们以为我英文很好 他们的翻译错误 对不对 我说他小我六岁 你叫他大神 你置我于何地 所有的人才哄堂大笑 这样 而我们的卓董事长 已经远远超越大神很多年了 这样子 可是他仍然 每天都工作到深夜 其中有一大部分的时间 是他参与教育 科技部 经济部的 因为他希望台湾的高等教育 可以跟上工业4.0 下一波产业 他希望年轻人没有未来 薪水一直停在2.2 22K这件事情 可以被解决 他希望他是在台中 这个地方创业的 他可以在这个地方 找到陶亚的人才 不管是高等的人才 不管是技职的基层的员工 这是他的渴望 然后他愿意拿他白天最珍贵的时间 不是给他可以赚钱的公司 不是给他最心爱的家人 是给你们 他不认识的所有的你们 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天来听这堂课的时候 你不觉得你只是来上一堂课 第一个 你要知道现在在你前面的人 他已经花了多少时间 去改变我们这个教育制度 我以前在立法院待过 我在立法院的时候 跟黄荣村当时教育部长 我说我可以护航你一整年的预算 条件就是 你对私立大学的补助 一定要加入产学合作 那个时候教育部的比例呢 是100%按照学生数 我就跟他说你开什么玩笑 你那卖养鸡场啊 这家学校养了好多鸡 你就给他多少钱这样子 你这个变成学店 完全没有教育的品质 所以学生出来就会跟 整个就业市场就会脱节 那我就要求他 今年你增加50%的比例 是产学合作 他说不行 我知道我跟人家画给 一定要先画高一点 那我说30 好 第二年50 第三年80 然后就慢慢变成 80%定在那里 我离开立法院以后 他们又把它改回来 为什么 他当时就告诉我 那一整个教育文化委员会的 不分党派的立委 都个别为私立学校在那里护航 所以我坐在那里 大家都很讨厌我 可是不敢跟我吵架 所以我在的那几年 他改变了一个规定 就是各私立大学 可以让专业技师进到学校教课 之前不行的 像吴宝春他没有学历 他不过去进大学教面包 然后延长寿 他只有高中毕业 所以他不可以去教旅馆管理 那他改变了这项规定 可是等我走了以后 这个规定留下来 其他的原来的补助办法又不见了 然后我答应他帮他护航 因为那时候我在立法院的时候 不是个别立委而已 就说我可以说服很多党团 然后变成大多数 我说你呢 他说希望我可以说服多数的人 通过卓越教育 我说可以 那五年五百亿 说好了就是给三个学校 不好意思 因为当时就是要把台湾的 那个时候呢 因为已经大家都看出来的 未来的科技的改变的可能性 然后落后的很多 全世界那时候已经有好几个学校 都设了人工职会 所以我们就说卓越教育 然后说好就是台大 交大清华 这三个没有别的 结果他们就扛不住肩膀 就给了八个学校 还九个学校 那很多学校拿了这个钱去干什么 去干学生宿舍 那个钱是给他要去请 全世界最优秀的教授 然后是你现在没有的师资 你现在不懂的领域 来教机器人 教人工智慧 那个时候像我的表哥 刚刚过世 他就是完全教 面部的 脸部的 识别 影像识别的 他们完全是在教人工智慧的 所以我刚刚讲这么一段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同学 就是一个事情就是说 不要以为卓董事长 他到教育部里头去开会 他到科技部里头去开会 他所做的这个改变 不是什么事情 他是的 他对抗一大群既得利益 你们听得懂我意思吗 他对抗了很大的 因为当他改变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让很多比较棒的教授 可以不要每天去写paper 用paper来平等 是李远哲院长的发明 然后他当时是因为觉得 这些教授都太懒惰了 没有投论文期刊到国际的学术期刊 所以全部都变成这个以后 就变成交往过正 然后他做这件事情 一定会返害既得的利益 那他当他花大多数的时间 他不为他自己 他是为了年轻一代的你们 所以我想给你们一点启发 我们今天请来的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不是一个你们认为的有钱人 或比你成功的人 他是一个人生不断地在把自己往前进 而且希望还能够回馈给乡土 回馈给年轻一代的人 我希望你们将来在座 不管你们到什么年龄 永远记住这样的一个典范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接下来我要请教他几个问题 我想对在座年轻小孩非常重要 我的事业周报呢 就像漫漫的教堂一样 我就一直在教了大家一个东西 叫工业4.0 工业4.0是德国的总理梅克尔 在2011年汉努威工业展的时候 讲出来的字眼 可是其实在那个之前 这个事已经慢慢在发生 那工业4.0里头呢 最近变成今年最大的topic 然后一变成topic以后呢 那些学人 学新闻的 学人文的 我觉得学人文的人 一定要懂科技 一定要懂经济 他写出来的文章是会害人 他就开始说 机器人会取代人类 将来我们都会被机器人统治 那懂机器的人 基本上就会 机器人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意见 然后这些人就开始写文章 抗争跟批评所有这些东西 对未来的中产阶级的消失 对某些事情的消失 所以我这一点 我现在想请教周永财总长 您自己认为 年轻学子面对工业4.0 该恐惧还是学习 我觉得最重要是 看你自己 那在谈这个题目之前 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 我其实很反对 鼓励人创业 为创业而创业 并不好 所以我常提醒人 如果你要创业的话 你就要去想到 你不会有很好的生活品质 所以各位 你要创很小的业 没有问题 小确幸 可是那个很容易就消失 你可以看到一个调查 那种创业是有问题的 那种创业是有困难的 因为很多不如你所料 那如果你是搞得像工厂那样 你也有困难的 你有可能家破人亡 真的 你也跑三点半 我们一个很有名以前的立法院 柔鼠林 大家讲过 他去创业 其实很少创业的人 除非就有一种人 譬如说 你是王永庆的儿子 非常多钱 反正我就故意对 失败没关系很多钱 我问你工业4.0 您的回答好像很怕下面的人 开家下瘾来把你打败的样子 我不担心 但是我提醒他们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 很多年轻人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 之常我们看到太多年轻人 好高无言 所以我必须要用我的经验 谈那个问题 先跟各位分享 所以创业是一种水到渠成 所以创业会有很多压力 我想让各位知道 那我现在就举一个 非常实际的例子 那个我念高商 其实家里很穷 因为根本没钱读书 我念高商 我念初中的时候 我们那附近的人就觉得说 那怎么有钱给他念初中 我想各位 我从初中一年级开始 一直到高中三年级 每学期的学费都是我妈妈去借的 然后当完兵 进了大同 我就一直想考 因为白天根本不可能 我就想考 那个夜间部 我最后再进台北 那我考上夜间部了 第一学期的注册费 是我跟朋友借的 就没有找妈妈了 我自己借 那第二学期的注册费 才是我赚来的 从此以后 我的注册费我赚了 我有让各位知道 但是我在高商毕业的时候 我就普考及格 我在淡江念夜间部第一学期完 我就考商一等特考 交通议行员特考 那我就进入交通议行 我大二的时候我就高考及格 所以我想各位 你不要局限你自己 所以我想说 不要耗高无言 你也不要局限你 然后我就举个例子 我在交通议行的时候 那时候当外卫副主任 那我前面有一个普考级 台中商专来的 坐坐坐 坐不到大概四个多月 他就很烦 我每天都在写这个 我每天都在写 这个有什么意思 我一下子已经顾客走了 我们close了 我们在结账完了 就在聊天 就坐在那边 我就跟他说 你坐错位置了 我说你应该坐后面 我指我后面 我后面是经理事 这个小朋友跟我说 我想一事 各位 你也可以说年轻人狂妄对 我就给这个年轻人 一个机会教育 我就跟他念了一个三字经 我说 老子呢 高考及格 我是硕士 你是专科毕业 我进来多少年了 我还坐在这里 你要坐那里 其实给你坐 你坐得住吗 你有能力吗 所以我觉得 年轻人往往是好高无援 那我觉得 我的人生 刚刚我们主持人 这个陈耀宗给我写的是非常好 因为人生你有办法规划吗 我们小学的时候 以前问你的 你的这样要做什么 我要做蒋总统 对不对 大家都笑 所以我觉得 我每人生做每一件事 我都很扎实 以前在教育上的时候 只要有谁请产假 教育着急 都会找我去 代理 为什么 我去的时候 把他里面的公文 调规 我就搞得清清楚楚 把他档案重新建立 我都是这样 所以我日积月累 一直累积 十八般五亿 可是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有没有可以掌握 所以其实我在跟各位分享 一个我过去一个很有名的经验 就是三幸五金倒了 退票八百多张 那个时候我正好 台湾从来没有参加 亚洲开放牙的活动 那时候谢森忠先生就是一直认为 他在亚洲开放牙当处长 他说台湾一定要参加 他说他是从菲律宾 斯里兰卡 印度 我都会跑去 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那我办了六个月 搞签证终于搞完了 那我的总经理贾心宝就跟我说 你不要去 我说不要去 那我派别人好不好 他说好 他说那我要做什么 他说你去救三幸五金 那我就跟他说 这个不能救啊 他说对啊 所以我派你去 那个年轻人 在那边弄掉了 我就跟你讲说这个不能救啊 你还说 是啊 我派你去啊 他看我傻在那里 他就叫我名字说 远财 台湾这个企业家 都现在六十多岁 七十多岁 这个五十岁左右 我们如果不救他 国家就断层 你还是勉为其难吧 老板这样一想 我没有根气 那我就开始做 我去外商银行 银行团怎么弄 然后最后把案子搞定了 那那一天我父亲过世白日 所以我坐了车回新竹 去跟父亲上巷 然后我就坐车到台南 第一件事就发薪水 士奇的薪水没发 那我动员了台南分行的人帮忙 因为我怕有假人头 所以这个科长一向 我尊重他就照发 科长一向我要对人头 到底真的还假的 我怎么知道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 我四个月就把它搞到balance 没有人会相信 民间债务全部没打折 照顾 那我发现他 有一堆人才台大 他那里面一大堆台大 跟长大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讲 就是说 你认为你是银行家吗 那这制造业 三星五星做的 楼丝楼帽成型机 全世界最快 一分钟一千颗 现在台湾是全世界 楼丝楼帽最大的制造国 就是靠了它第二代的机器 450颗 那边有人超越 这公司会倒 然后你看四个月 就把它给救起来 你觉得我很利吗 No 我只花在怎么样 我都去把它沟通 把它整合 它人才一堆嘛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 让大家能够知道 就是说 你学什么 这个机会来 你能够掌握吗 我想这个对我后来创业有重大 所以回头来讲工业4.0 那工业4.0 是因为我会不断的研发 2005年我忽然发现 Hanoi的二号馆 Hanoi二号馆是固定做R&D跟Innovation的 全球很多的研发中心都还没秀 那秀我一直滚出楼杆 那秀我滚出楼杆 我在想 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那我就注意 我去参加很多conference 从那个 2005年开始就很多 那连续五年都用我的 那一直到宾市汽车 我们的客户它要求 所以我们就把它给串联起来 所以我在想 刚刚我们主持人陈教授在讲 其实现在台湾现在在写那个工业4.0 它也没到过Hanoi 它也没有真正去study 那个工业4.0的内涵是什么 所以我也是有点忧心 所以这些年 我基本上工业4.0 我们info很深 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担心政府要走错 我们的伸展力4.0 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那个总经理 我把李杰教授带去见到我们的政委 带去那个时候张善政还是副院长 带他去告诉他工业4.0什么 我找李杰教授介绍给他 然后他帮行政院科技汇报去上个课 搞清楚 那我很怕IoT被误导 所以IoT如果没有sensor 我希望把框架跟着抓对台湾的所需要 所以我希望各位就说 你看每一个步骤来都会未来你的某些时刻都会有影响到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就说不要局限自己 也不要以为你就学这个一辈子就做那个 人生可以发展机会是无限 但是每一个小成功 你才可以累积大成功 工业4.0也一样 我们就这样一度弄出来 我们今天才会搞清楚这个方向 所以我想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其实在工业4.0里头原来领域的人 你只要知道是什么 然后转一个角度 可以这样说吗 对 你转一个角度 比如说你原来是学电机工程的 你转一个角度知道说软体现在比硬体重要 然后你学好了软体又会硬体之后 下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就是软体跟硬体的整合 就这里头的integration这是一个 再过来下一个就是关于应用的部分 所以即使你是学设计的 它的很多东西的应用 所以我待会会告诉各位 你不要以为工业4.0是工学院的事情 它有非常多领域的人可以参与 那帮大家很快的review一下 人工智慧第四次工业革命 和第三次有什么差别 是我待会会把请这个朱永财总长 特别帮我们说的 第一次的工业革命呢 是1780年的时候 1780年的时候呢 非常重要就是纺织的滚轮 后来我们看到那个台湾的加工厨 就是那个滚轮 很多女工那个滚轮那样的 那是177几年的时候发明的 后来有好几个人发明 有些是叫做纺织梭 也是干什么的 那那个时候 纺织工具机 简单讲就是被发明了 然后蒸汽机被发明 它被称为叫做第一次的工业革命 它发生在英国 不发明的人后来都被追杀 没有赚到钱 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第二个 第二次工业革命很重要 就是电 我们现在熟悉的 你打开就有灯 电力被发明 第三次工业 3.0就是 computer电脑出现 那时候是IBM的大电脑 非常大的电脑 第四次就是right now 现在 所以你们现在看 不太会用电脑的人觉得 他被淘汰了 你就要知道 你现在不学工业4.0 你走出学校 你就被淘汰了一样 所以工业4.0 大概就是人工智慧 尤其是智能制造 那接着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智能制造里头的几个新的行业 这个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上瘾 这个是上瘾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为什么我要特别谈这个 是上瘾的 上瘾本来是个工具机公司 他现在看到了智能制造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想请教一下 脚步基地附件机 所以瘫痪的人 让中风老年的去重新训练 他的脚步活动 我听这个朱云鹏前政委告诉我说 你们有一种很厉害的机器人 就是机器人未必是长得像人 像这个就叫机器人 那他未必长得像人 他们有从屋顶上下来的 因为有很多插管的中风的老人 他以前是靠人力搬运要移嘛 那移的过程当中 一不小心就死掉了 结果你们上瘾就有一个 从屋顶下来的 可以把整个床抬起来 然后移动的 所以就使很多老人 在照顾中心里头 得到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先给所有的人一个概念 Robot 机器人 它只是这个名称翻错了 它不叫人 什么东西都可以叫机器人 从另外一个概念来讲 这个Rotney Brooks 一位很有名的机器人的教授 最早发明的 他说我们人人都是机器人 我拿了麦克风 所以我没坐在你面前 你也觉得我在跟你说话 Steven Hawkins 你们很崇拜的这位物理学家 他坐那个椅子有没有 用合成器 他是人还是机器人 BOTH 两个都是这样 所以在人工智慧的时代 有几个需要学习的东西 我们请周永财 董事长帮我们多上点课程 下个我们来看一下 在智能制造的新行业里头的新知识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机器人 它的范围非常的广 语言识别 你们现在很爱玩的手机里头的Siri 它做得还不够好 比如说Siri 他们就听美国最近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说所有的Siri 不管是苹果 Samsung 什么拿一家的手机 HTC都一样 你按了Siri讲话就说 我快死了 我会打击送我到医院 然后他跑出来会说 你需要什么样的计程车服务吗 就是完全是答非所问这样 所以语音识别 图像的运算 因为是大数据的运算 图像的运算 它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我现在照着 你们现在看我很健康 有一个机器一直照着我 它可以变成一万分之一秒 一直帮你照着照着 它看出你血管的变化 所以它在我中风之前 它已经告诉医生 它可以大运算非常快 然后3D练影 你们所有做设计的人 在未来 即使它不是念工科的 你有能力在电脑里头画图 你就是一个很棒的工业设计师 那现在像很厉害的机器人 会有很多衣服的设计师 都是用这种3D练影 它画出来 印出来以后 一考一下就变成立体的 然后物联网 而且很快的人类要走到5G 可能在你们出学校的时候 2019年 全世界的5G法令就通过 然后infrastructure 就基础建设 5G大概比现在你们的手机 网速快100倍 那它就会使得 所有的事情被改变 包括像虚拟实境 包括像游戏软体 包括像什么东西 学校的很多课程 也通通被改变 医疗也都被改变 那这个时代就完全不一样 那再来maker movement 就我们讲的即刻的运动 就是很多人就自己啊 自己可以在自己家里头 做一个工作室 然后你可以做出设计 你设计出来的样子 那个机器人一被采用的时候 它就印出来一个 它也不需要多少个 然后你自己本身就是有非常多的 可以参与的角色 那这个是我可以找到的一些 想到的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才董事长 你自己觉得学生们 在未来的4.0的时代里头 我觉得他们会觉得 你们讲一讲 可是跟我的关联性 不是不知道 不是不想知道 而是不知道它的关联是什么 请教董事长 我现在用很简单的 把这后面几个 做一个补充 其实工业4.0 为什么从德国来 因为德国是 制造非常强 到现在是全世界的leader 那美国也重新看 为什么欧洲都靠德国 救世主 以前希德勒做不到 现在德国没可能把它做到 那就是大家发现 德国制造也太强了 所以大家重新学德国 那德国制造 他说21世纪他怎么办 因为Facebook Google Microsoft 所有这些软体 德国没有跟上 所以德国就想说 我怎么整合IoT 做直通讯的技术 这些东西把它拉来 德国的强项 重新建造 德国未来21世纪的竞争力 所以 那当然里面 那几个大项 全部是按照德国量身定做 如果各位没有到德国去 大概很难体会 那我今年是第24年 我买下一个德国 我破产的童业就过滚株楼杆了 那做滚株楼杆的 我第二年就把它做到赚钱了 所以我们在德国有一点知名度 因为会上电视 新闻会来报导 因为我的员工的福利待遇 比一般德国长好 那今年有去看就会知道 在哈罗威这个第15号馆那边 我们的摊位在所有机械领主间 我们是最大 就在机器人的地方 我们展出是可以很多人来真正来看 超越我所有日本对手 但是我也跟各位分享 我去看这家破产的 一期两次 第三次我带我的干部去看 我要去证明我的看法到底对不对 结果破产管理人不在 一个年轻的律师助理 就是他破产管理人的特别助理 他就跟我说看我很不虚的眼光 就说台湾喔 台湾不是来copy就是来偷 怎么会来卖 各位 我一生到现在 我相信很多外国人嘴巴不讲 他心里也常常这样想 包括我的干部 看不起我们 对对对 包括我的干部 他很 虽然我都懂上他会毕恭毕敬 但是我知道他心里不是这么想 所以我一直希望都德国 所以我的同仁干部 一定要不断接受中央电视台 那个大国崛起 如果让大家看到欧洲这些大国怎么起来 然后我要告诉大家 他也是 德国三百年前也是很烂的 那是一代一代的牡丽 那台湾难道不能一代一代的牡丽 我们台湾可以更好吗 所以我自己是灌输我的员工 我的同仁这样 因为我自己知道 我们忍受到非常多这种的 好 回头来讲 刚刚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就要补充一个 让各位知道 为什么台湾必须要自己 有一次我在台大的时候 台大技能实验室起来 这一幕我跟司董事长一起 我说我不谈外面的 不太好意思 我跟司董事长 大家很熟 我就用一个 这个ASER的例子 各位 为什么同样的notebook 全部都是台湾人 在大陆经营的工厂机组装 所有的CPU没有例外 大概都是Intel的 所有software 大概都是Microsoft的 同样台湾人主张 可能同一批人在主张 请问各位 为什么挂了美国HP的牌 跟挂了ASER的牌 价差会差到20% 各位想想看嘛 国家形象 影响到你企业的品牌形象 所以我一直让各位知道 你必须要面对这种现实 那回头来讲这个 你工业4.0 它就讲软硬兼实 就是Cyber 就是空的跟物的也要结合 那这个东西就来了 比如说这个Maker Moment 这个创客 那你如果没有3D就不行 那3D你马来可以自己家里 写写层次 把很多东西都创作出来 但是现在3D便宜的 还在大概是 类似塑胶玩具RP 其实3D就是 早期五六十年前的叫做快速 做模具的快速成型 那边来 那个时候时机没有成熟 这几年非常红了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在自家可以创业 因为现在3D的东西 科技越来越近 要材料 因为它的喷头跟材料 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这个 现在美国太空 两年前发一个太空搜 进去飞龙号 那边有第一台在太空的3D列印机 那个定位的精密平台是我们做的 现在全世界最有名的EOS 那个3D列印机 那里面大概80%的定位系统 是我们做的 所以我们对全球主要3D列印 我们都会清楚 然后这里面一个图像 各位 这个机器人 各位想到机器人 其实中文翻得不太好 它是斯拉夫用语 它是一个歌剧里面 开始创造这个字 那Robot Robot它其实就是 会做人类某些动作的设备 它不是人 可是发成 所以它们里面它不会 这个在英文 谁来想Robot 就不会去想到它是人 可是在台湾 因为我们有中文 就机器人 只想到是人形 其实不是 所以它只要会 做某些人类动作的 它就是机器人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人怎么辨识 刚刚有讲 我们主持人有讲 但是我也跟各位讲 AI怎么去 大家在财经上怎么用 那就是 有一个软体的大的投资银行 专门把各国主要的中央银行 包括当然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日本的黑田 大家他每次去study 他那个记者招待 正式宣布的时候 他里面的潜质用字 哪些东西 然后这样去判断 他为什么会升息还是降息 他未来会怎么样 这个后来发现 好像不太准 最近黑田那个傅利率 没有人想到 那现在又去想 这个他在发言的时候 就把他讲话的图像 把它累积起来 然后去判断 将来他表情哪样 是代表他真正的内心深处 我想这个是比较深 那再近了来讲 像我们来讲 工业4.0一个IoT 大家知道物联网 物联网一定要sensor 那时候我在想 那台湾怎么办 台湾那个消费性IC 可能几年内就会被大陆打垮 取代掉 因为大陆消费在大陆 现在这些产品都在大陆 你很难 大陆也是强烈 那我觉得台湾还是有希望 为什么 我们产业界要物联网都需要sensor 所以正好去年有个长河 两岸工业合作论坛 因为有个主题是我在讲的 就智慧制造 那我就正好跟那个 半导体学会的 卢超纯理事长 坐在两隔壁 演讲话我就跟他谈 我说台湾有危机 你们也有危机 我们要不要一起合作 所以我们现在就利用它怎么样 消费品已经有的IC sensor拿来工业用 现在看起来会成功 那这样我们可以带动 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各位 你学资讯的 你学掉工业的一些产品用读吗 你资讯的可以 跑到工业4.0 那这样太多东西 要有一点资讯基础 要有一点产业基础 或者是某些 比如运动器材 你要对他的知识 所以将来的 这工业4.0一定要跨领域学习 这未来 所以将来的科系 可能会打破 所以我想 这个太多了 像我们现在 帮那个长庚医院一起做 因为没人要做 他来找我们 所以各位知道 现在脑部开刀怎么开的吗 医生拿着错刀 去把脑打开 可是很危险 外面硬的 里面软的 所以现在长庚找我们合作就说 有没有可能 像达文像精准的脑部定位 然后很精准的去开刀 就一个小洞就可以 那现在这个 这个机器人是我们来帮他开发 医学的是长庚 所以这个会影响到 未来整个一个 世代的改变 各位 将来的 理财专员可能会没有啊 你要买什么股票 把条件输出进去 他就告诉你 买哪一只股票 买哪一个债券 现在已经好几个被 这个是越来越多改变了 所以金融业也会改变 我们的生活 各位如果你到Newark去 美国非东西 限了一个纽约已经容纳不了 都在Newark 你去check in的时候 面对的也是机器人 你要自己输入自己办 好自己办手续 那你说我不会怎么办 可以排队很长 那不然就头等舱 有人帮你service 除了这两个 你就面对那个机器人 所以我想将来生活 你离不开Robot 这一点是很重要 所以AI是一种这个智慧 那智慧它是用很多的数据去累积的 去判断的 那台湾的有没有做得很好 没有 所以我现在担心在哪里 所以我一直提醒政府 那天前天工业局来看我 我说我们要跟踏入学习 踏入学习是什么 它的工业4.0很简单 2.0没有做好 要补课 把它补起来 3.0要补及 4.0现在只能做示范 那我希望台湾也务实一点 现在全台湾我看起来 够格谈4.0达到差不多了 大概台积电 因为我们去看过它 我去因为它特别找我去 现在我们双方也密切合作 但是它还差一点 它很客气说它是3.8 但是我觉得大概也是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新一代的 会有预测 它少了哪一个预测 如果把预测 prediction放进去 比如说哪一台机器 什么时候会故障 那你能够预测 那大概就到 真的到4.0 所以我想4.0 它只是个概念 很多东西它还在直辨 那直辨到会哪里 还不知道 主动让帮大家做了 非常好的一个解说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字 叫做软硬兼施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字叫做跨领域 所以聪明的人 你大一大二念了一个科系 你赶快再换一个科系去上课 绝对不要把一个科系念到完 那个是我的那个年代的人 才可以做的事 连我在台大读书的时候 我大一念法律系 大二念就觉得 这根本就是被调文 我那时候没有想到电脑 我想说到时候翻就好了 你看现在有电脑 傻瓜去被调文 对不对 那是秘书做的事情 后来你现在找电脑 连秘书都可以不要了 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在被调文 被判决书 所以我最喜欢修的 老师的课程就是 他拿一个判决文出来 叫你评论 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这我不用读书 我就看他的判决文 那法官判决文 很多逻辑有问题的 所以就把它找出来 就批评 所以你就可以不要读书了 这样 然后呢 我大三的时候 就开始去学黑格 哲学 俄国文学史 就是你就是要跨领域 这样 所以你是念新闻系的 我曾经跟世界周报的人讲过 任何念新闻系 大众传播系出来 他没有上修 这样的学生 我绝对不让他进世界周报 你一定要有别的领域 比如说 你上修了一个叫经济系 双修一个叫做财政系 或是你去修了文创的系 那因此你才会有那个专业知识 你才有办法写一个好的新闻 那像我根本没有上过任何大众传播课程 但是我不觉得大众传播的老师 会比我懂得什么叫做大众传播 那基本上更重要的是knowledge本身的 核心的一些议题 这样子 那我们刚才谈到公元4.0 它更是如此啊 它其实非常需要对人类的行为做研究 所以你念文科的人 念心理学的人 念那个人类的 这个人类学的人 他其实在这个部分可以跟软体的 他如果去学了computer science 他可能可以把城市写得比别人好 因为他很了解人的心理 就跟游戏软体 谁会最成功 就很了解人性的人 然后因此他非常会创 他创意会非常的好 不仅是很会画图 你画团是还有内容的问题啊 所以公元4.0 其实很重要的 对所有正在念书的同学们 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跨领域 而且你要懂得人的心理 你要会软体 你要懂一点点硬体 硬体你不会做 你要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要有正确的一个观念 那朱镇蔡董事长呢 曾经在一个场合里 有谈一个话 前一阵子你终于 在中国大陆投资苏州厂 就你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非常多年 那你也参加了两岸的很多论坛 那对很多台湾的人来说呢 可能觉得你应该像 非常多人呢 像和硕的同志线这些人 早就在大陆设厂 但你到最近才到大陆设厂 因为你说智能制造的核心叫人才 哪里有人才你就要去 然后你很感叹一句话 在机器人 或者是正确来讲机器设备 工业4.0这个领域里头 台湾人才不够 台湾人才不够 你要不要谈这个一下 这个台湾人才危机非常严重 为什么这个主要原因呢 台湾的教授深等 他只有一个路 就是SCI论文 然后博士生 要拿学位 博士 他要两篇SCI论文 所以 可是SCI论文 基本上很简单 你要写出 上面已经没有了 我的创新 在工具及任何精密机械都一样 你一定要找出新的啊 那新的我做出来的 已经很了不起哦 美国人可以做出来 德国人可以做 我也可以做出来 那已经非常了不起 但是没有用 这登不上SCI 所以搞得博士生 通通要去念 唯奈米 唯奈米就是空洞的嘛 就是比较容易上 所以很多 有一次我很无奈 这个新竹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国立大学 这个一个博士 这是知义乌生 他从新竹中学 就进到那个大学的博士 一直念到硕士博士 这符合我们讲的知义乌生 因为我们看那个 是从高中开始看 那来到我这里 那用了一段时间呢 他的主管就想把它败掉 我心想 哇 这个知义乌生这么好 你得把它败 因为为什么 问题是 他看不出机械设计图 因为搞微奈米不需要看设计 公差什么都不要 那我就让他去看那个工程数学 因为这个知乌生数学不错 那最后我还是同意他败掉 所以上营举办优秀博士论文奖 已经十几届了 那大陆我们就办优秀博士论文奖 两岸四地 为什么在大陆办 第一个 台湾就九首大学有机械博士 第二个 因为机械博士 在台湾的全部是为奈米 各位我并不排斥为奈米 这个很重要 这次的金瓶奖 我的大英维系统 我自己的公司 打败我另外一家公司 上营科技 那我就是大英维系统 把上营的 这个关节机器人打败 并联机器人打败 那机器人很夯啊 为什么打败 因为我们这个 做出来的单机器人 是坐标机人 我们是为下一代 半导体的技术来开发 我们把它完成了 就是为了这个 Apple material 世界最大 那个定位 我要抓出两奈米的匣子 在十八寸景圆 所以当然非常厉害 得到金子奖是 完全是实至名归 所以我 让各位知道 我并不排斥为奈米 可是在机械这个领域 你没有用 所以台湾长期这样 就扭曲了资源 教授也不会做研究 因为做过这个研究 他没有法升等 没有法拿科技部的预算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故事 让大家听 我在教育部高等教育 审议会说 我们那个郭卫 郭院是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他就在举个例子说 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台湾 你看这个现代汽车 你看做这样 为什么台湾 培养不了现代汽车 所以我都在最后讲 我说郭校长 你太接触了 你离开台湾太远了 我说现代汽车如果今天在台湾 它根本就不会存在 为什么 因为台湾给任何政府补助做什么 一定要是世界No.1 请问各位 现代汽车充其量 在全球排第四第五 你如果没有曾经第十第九第八第七 一路上 你怎么变成No.1 可是告诉各位 现在所有我们政府的补助 所有科砖 一定是世界没有的 你可以 那才可以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教育制度 跟政府的政策出了问题 这些全部扭矩 昨天有一位很厉害的一个女性 她呢 当时十年新竹跟你一样 新竹人 十年新竹的女中 女的 女性豪杰 她带我四届 她的分数可以上台大医学院 可是她是女的 台大医学院很看不起女生 除非那个爸爸是医生 像林静云 她的爸爸是林静云 就很有名的一个外科医生 那所以呢 她的爸爸就跟她说 女的在医学院里头会被排挤 而且她那时候 因为已经是新竹女中的状元 所以她爸爸就很担心 他们是外省人 她就听说 台大医学院医学系啊 老师都讲闭南语嘛 所以她怕她女儿进去里头 会被排挤 在那个年代 她大我四岁了 所以她就念了医技系 听起来好像很可惜嘛 对不对 她本来是医学院的学生 可以上那个分数 结果她第一支援 就填了台大医技系 但是我告诉你 人生就是不能安排 后来呢 她就医技系 当然就全台大功课最好 她就申请到了美国 在美国呢 她就念了哈佛 但她功课太好了 然后她念哈佛 她功费奖学金 那美国的医学院是 graduate school 是研究所 所以她就直接申请哈佛 医学院 所以她就在哈佛 当起医生了这样 后来在哈佛当住院医生 那这里头大家要注意 我讲她的背景 她学医技 她后来念哈佛医学院 对不对 所以她就不会成为一个 普通的医生而已 她现在是什么领域呢 她现在是全世界 好几个 各个大学都请她 要去做系主任 她做什么 她做直子治疗 因为她是学医技的 直子治疗是什么 就是你有癌症 比如说我有一个癌症 在肺里面 然后我在肺里头的时刻呢 我就到一个年龄 或者情况里头 我直接向放射性 就要打进去 那这也是你们的攻击 这些领域 加上医学 加上医技 然后我就打得非常准确 然后要多少的这个能量 就打进去 可以不要开刀 然后呢 尤其是如果是女性 如果是得乳癌的 是左边的 因为她前几天跟我讲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教育 她们经过很多paper证明 如果女性是得乳癌的 然后她开刀是在左边的 结果最后 她不是死于乳癌 是死于心肺的毛病 为什么 因为你在左边 心跟肺都在这里 然后她开完刀以后 要做放射性治疗 就伤到她的心跟肺 可是如果是说直子 直接把她打死的话 她前面你有一个胸腔 一个膜 就像一个长城一样 就可以挡起来 所以天无绝人之路 跨领域有多重要 你知道吗 所以她如果当时就念医学院 她很可能今天就在台大医院 然后就变成重症科医生 然后累得要命 或者是她出国去了 她也就是当一个 因为华人嘛 刚才这个我们卓董事长讲 我认识非常多很棒的 哈佛的医学博士 最后在美国呢 在医院里头也可能都会被排挤 然后最后就自己出来 开一个中型的医院里头 里头的一个 了不起的合伙人 就很小 结果她不是 因为她学的是医技 她爸爸以为她会被性别歧视 又被省级排挤 她念了医技 她再去完成她医学院的梦 就这两个合起来 她直接变成最好的科技以后的 所向无敌 所以她自己也觉得 她走入这个领域 人生是不能够安排的 但是就是不断的一个努力 那我现场呢 访问的是这种菜式 其实我是举很多的例子 就是说现在像植子治疗在全世界这种生物科技里头 她不见得是药 她很多都是这个领域 那这正是工具机啊 很多这种 她必须要跟医疗结合 就是她刚刚讲长庚的例子 而我们的卓董长最特别的是 我刚刚前面讲 她念的是会计 家里穷 念初中都是个事情 更不要讲念高中大学 所以她就念了高商 念了会计 1983年当到交通银行的主命 变成了黑手老板 这本来是我下一个问题 她刚前面已经先讲完了 因为她突然被她的老板派去整顿了三星五金 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当时你如何四个月 你刚刚讲得很快 这个话对我也来讲 不要讲说对年轻人 对我来讲也很空 为什么一家会欠你们银行钱破产的公司 就算你很有使命 然后你们有办公桌 我看了这个故事 然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两点拼了命 你用什么方法四个月的整顿 让她赚钱 其实我一开始就鼓励大家 不要局限自己 其实每一件事 你把它做好 你就已经累积到后面 那当然三星五金 你一般银行去大概没办法 那我个人 因为每一个工作我都做得非常好 我尽我的力量把它给做好 所以我念大学的时候 念大学业监部 很多同学家里 这个都有事业 有什么疑难杂症 都找我去出收主义 我们一起讨论 所以我经历过很多 很多这一类的case 那个时候我也想说 如果有一天我当然也可以创业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去我们家很穷 也没什么财产 那可是因为1978年 我被派去纽约用J1 就交换学生的身份 到了Bank Trust 美国第八大的银行去学习 然后也因为他跟纽约大学一起合作 所以这个很吊诡 我修了一个纽约大学财务研究所 修了一个financial engineer 那时候我们就很排斥engineer 财务就有财务 跟engineer根本搭不上 可是那个学问刚刚才形成 所以这个学问 上一次金融危机过了 那这个政府要我在台中去演讲 我说记管会要我演讲这个 我说这个实在很吊诡 因为有人演讲叫我去主持 我说这门学问 1978年连教科书都没有 然后2008年就把世界搞垮 就是financial engineer 就是财务工程 财务工程 他都是用数学 财务机材延伸金融商品就是这样 然后我呢 因为在那边读了一年 那时候我就一直想 这个 我很多同学都在这个 因然杂志 所以我在纽约一年 我也当sales 对 因为我去那边 有空我就去 帮我的同学去接单 那个理化玻璃仪器 我们就跟同学几个创业 都是他们在进行 我就当幕后 然后在纽约的时候 我照样去 去拜访顾客啊 我也可以接单啊 所以那一年 所以就不断的学习 有机会跟人家聊天 就是一直在累积嘛 对对对 其实接单 我也照样去做sales 去敲门 广南大只有在大纽约一期 我都跑去 我可以接单 所以我去接三千五金 对贸易 所有这些 我都没有外行 我派去 我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 学外汇 一般人只会看到银行的 No 我把企业的 我通通把它连在一起 所以我 从纽约一回来 我写了三万多字 这个在当初分好几篇 在台湾经济金融业 刚以前很难 那个算是学术论文 我发表 一般人去外面 大概半年 反正每天吃泡面 省了钱回来 我没有 我把所有继续拿去 每到礼拜五礼拜六 我就到迈阿密 谁哪里去玩 以前没有法出国 钱还可以再赚 所以我跑了美国四十一个钟 一年跑四十一个钟 把钱花完继续 你为什么特别提迈阿密 你去看人家 没有没有 我只举个例子 因为夏天 夏天 我以为你就看那里 海灘的比基尼女郎 那迈阿密有飞机半驾 我自己飞过去 那个在罗德代保 那边有小飞机 那个驾小飞机的 他会跟你开小飞机过去 然后当司机 帮你送到迈阿密 那个迪士奈乐园 你有去赌城吗 当然去啦 这还用不去 那有赚钱吗 我可以赚到一点 小钱是吃饺子的老虎 那在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我累积了 这些非常多的经验 所以三星五金的时候 我才可以言之有误 那我接着这个任务 我的责任就是很简单 我了解问题 我要继续了解 所以我都密集开会 那基层额 我不敢让他加班 都是白天下班 那有的下班 晚上的干部 高阶干部全部晚上 那我们选在哪 那时候我住在赤坎饭店 生意很好 那连餐厅的生意很好 你根本就不能谈话 谈话外面会知道 那我们到哪里去 火车站前面台南大饭店 上面是舞厅叫七星 七楼 他们都叫台南人都叫七星 然后它下面是咖啡厅 然后我们五六个干部 我们就坐在那边 这个为什么选到饭店 非常棒 因为它倒了第一杯水以后 就不会再来了 没有服务 各位听懂吧 那我就没有干扰 我就可以谈公司的事 所以我们都开会到晚上 那高干都是这样 然后第二天又去上班 所以我的 四个月就解决了 抓到问题了 对 我抓到问题 大家推动 我还要帮他办运动会 都是他们在做 我后面去跟老板沟通 去support 我去整合 然后这一年结束 我躺在那里 要回来 我突然发现 我怎么没有办工作 我两个助理都有 因为我在那时间 我还管台北的事 那我台 在那边时间 我都逃到现场去整合 去看 我举一个例子 我看他那个 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所以你要答短一点 因为我觉得他们会想知道 更多您个人的精彩故事 对 那我举个例子 我怎么打 这样他们 可以照我的方式 我花了一个礼拜去现场 我这些机器没有好用 那员工根本就没有好训练 那因为他 他那个东西 楼丝楼帽公牙 它会掉 有掉的 有的卡住 那小机器就是六个 六台一排 就十二个人 两个欧巴桑在看 他可能要去搞 一个小时才修得好 可能一秒钟也可以坏掉 他就没有怒 那我看下去 我就要哪个板凳在现场 我一个个台观 要有十几个厂 然后好 我就把数字录出来 那因为做得差不多 我说我后面会可能 要为他后面不想 要添一些设备 那我叫十几个厂长来 我说你告诉我 你的生产效率有多少 结果他每个在配板上 就写他的 然后我用我的答案 一个个写 最烂的只有35% 最好的大概67% 我记得是这样 那每次脸色说你怎么来 我就算给他听 每个都很讶异 我用工业工程的概念 用绝对值 所以我后来 他修改我 我后来就要告诉他 这个机器两旁有灯 只要有故障 没有真的在run 我就用电梯的概念 电梯不是楼子没有掉下来 它一定时间它就会亮 电梯会关 一样概念 然后你灯亮 他会跟我说 走秘书 因为当主人 走秘书 这个还有一些没有办法解决 我说那你讲 他说用电流控制 因为有些 他的阳光断了 他东西还是照掉 那个灯不会亮 如果电梯 你有一段时间平稳 它就会亮 这个很棒啊 对 找到问题了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他被我关掉三个大厂 关掉事业 但是我的营业额 还是大幅成长 他赚钱 我这要鼓励大家就是说 不要你觉得学什么 我坐在那边 这些学工程师 这些台大 这些城大 他工程师有时候是查陶啊 死板的要命啊 你懂吗 查陶 所以我去看 我就可以提出对案出来 各位我想 这个是提供给你 为什么四个月就可以把 银行界从来没有 没有这种Case 所以很重要是 第一个 你要去现场看 第二 不是在现场 立刻就痛骂对家 立刻来解决问题 是你自己记录下来 第三个 晚上是把大家找来开会 然后你们告诉你的生产效率 第四个找出来 现在灯亮了 你就要去修 那你说没办法 那就找出新的解决方案嘛 所以你就四个月之内做完 我在看你的故事的时候 我有一个题外话 你IQ多少 你有测过吗 我想你的IQ 应该比柯文哲高一点 各位同意吗 我们后面的学生 你同意吗 我不是要批评 柯文哲的意思 因为通常IQ很高的人 不会讲自己的IQ多少 那柯文哲是蛮特别的一个现象 他告诉我们什么 可能他本来的资质很好 他毕业于非常好的学校 念最好的科系 但是呢 你要不断不断地学习 你不能只会一小块东西 第二 你不能自视很高 你一定要了解各个部门 他们面对的情况 第三你要到现场 第四个你要跟专业的人讨论 然后不断不断地学习 然后知道他们的问题 把问题找出来 而不是自己想 凭自己想 像我想以他的背景 如果不是其中有一个人跟他说 用电流 可能您不会想到 对不对 但是他不断地鼓励他的干部们 就有人会想出电流 然后所有的人就说 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管理本身呢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你懂得每一个不同的专业 而且尊重他们 但是在尊重的同时 你也很勤奋地去check 每一个所有不同的工作内容 那卓董事长有一个跟很多 现在我们当下的社会 很多人不一样的观念 他认为什么叫台湾变成很棒 我们现在觉得台湾变成什么叫很棒 因为每个人可能脑袋里有个概念 我们说什么叫台湾之光 就是一个 第二个 什么叫做我很爱这块土地 是我唱一条歌 我爱母亲的名字 就是台湾 是我唱一条这个歌 是我拒绝承认有一个人叫孙中山是国父 表示你很爱台湾 就什么叫做你对这个乡土里头最大的一种诚意 以及你对他什么叫做他是一个很强的 一个国家也好 社会也好 他的基本定义 他对实力的看法是 越多台湾的厂商被肯定 台湾才有希望 对不对 你在家里唱歌干嘛 我告诉你大陆13亿人唱歌比你还要大声啊 印度有10亿人 他跳舞跳芭蕾舞跳的满街通通都是 所以 什么叫做你让台湾变成一个被尊敬的 你说我是从台湾来 当我1990年到美国去的时候 你说你come from Taiwan 没有人尊敬你 到了2000年你说你come from Taiwan 别人会尊敬你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台湾的定义已经叫做notebook 笔记型电脑 台积电 是这一些概念叫做made in Taiwan 1990年made in Taiwan 就是做最烂的雨伞 一打开来就会破掉的 那个叫made in Taiwan 你到Walmart去买最便宜最烂的盒子 然后又没几下他就弯掉了的 那个叫made in Taiwan 所以你让别人对台湾会尊敬的理由 不是你想象的别的东西 是别人跟这个东西的连结 然后我前两年到纽约去 台湾更红了 oh you come from Taiwan please tell Lee Ann I love him 我想说你为什么觉得每个台湾人都认得李安 这样子 所以什么叫做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会被肯定 其实是因为它有实力这样 那董事长做了一个定义 就是你要做到世界第一 他刚刚也提到 他不是没有吃苦啊 你提到就是说 这个德国人对不对 看不起你 你是他的老板 一看你不会去吧 我举一个故事 这个做滚足楼杆 有美国的柔籍 还有欧洲的柔籍就有德国 那德国非常重视光学石来定位 所以他对滚足楼杆没那么重视 那日本 台湾跟美国就跟着美国保 非常重视滚足楼杆去做那个机器的定位 嗯 好了 所以有一种 那个很重视的就是做炎某籍 那不太重视的就是叫转造型 是把它滚的 那所以德国的转造滚足楼杆是世界第一 日本都不行 所以我当年呢 是跟史图卡大学的一个教授 把它发展出来 那发展出来已经比日本好了 还没有德国好 所以后来呢 因为我们逐渐营业上来 当然德国要加强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做到超越德国 可是我德国总经理就讲 你就没买德国机器啊 所以就没达到啊 跟我的副总经理讲 那我知道问题在哪 因为我转研这个已经很久 我就找一个我们成大 现在是已经中心大学的机械博士 原来成大的硕士进来 然后再去中学念博士 他就负责这样一个专案做起来 还没有达到完全要 但是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了 所以滚出来非常好 比德国的还好一点点 那我德国总经理来 我那个副总就很高兴就跟他秀 他就摸摸看 真的是很棒 所以他就想一下 问我那个连执行副总说 你这个应该还有某一刀吧 就说我们滚出来再找到 罗文魔藏再某一次才有这么棒 教授你懂得他心里怎么想吗 他想真的是很棒他不能否认 他心里想 还是说他那一刀 他想到这个地方 跑到这个程度 你一定是 有在哪里 某一次才有这么棒 就是 这个如果是他德国人做出来 他就不会这样讲 台灣人揍出來啊 我又沒有買德國機器啊 我把它弄出來啊 但不能否認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即使日本人也一樣啦 反正都一樣 我親裡很清楚 反而你最恐懼的俄國人 我覺得比較沒有 因為我1997年 亞洲金融危機發生 那個Samsung就是要重組他的整個事業 那因為那個大學 俄國的動力電機大學 它Samsung有一個實驗室 因為那個教授他們都講德語 所以他就 因為我跟Samsung玩的 他問我要不要 所以1997年後 我們就接了莫斯科的實驗室 然後我20幾號 這個就要去莫斯科了 我就要去看實驗室再看展 那我跟俄國人打交道 反而俄國人沒這個包袱說 你認為台灣就不行 沒有 可是德國 以色列 因為2008年 那個Apply的一個 因為半導體很不緊急 他有一個幫他做系統的 他把他討 所以他Apply建議我去買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他買下來 還做得不錯 這一票其實是做彈道飛彈系統 一幫以色列政府做 後來叫他不要做他們做我的 其實以色列人也是這樣 所以我做的大概都比我們先進 你說也看不起你的意思 其實不太看得起我們 所以我 德國人看不起你 對 日本人也一樣 日本人看不起你 以色列也一樣 以色列也看不起你 美國老一樣 美國老也一樣 台灣人更看不起 台灣人也看不起你 對 為什麼 因為那高尖端的東西 我常講過 從台中到新竹科學園區的路 最近的你要經過西國 台灣看不起你 沒信心 所以要外國一流的用了以後 像這個關鍵的 國內才會用 所以賓士用了你的東西 你才抬頭請凶 是不是 對啊 因為他 不太相信台灣可以做得那麼好 所以你沒有想像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最近有一點 稍微happy一點 就是我幫Apply 開發了一台新的機器 最近已經很成功的 進入台積電聯電這些 就是因為傳統用AY自動光學檢測 那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他現在用Ebin Ebin這個設備才有辦法 然後他在開發的時候 機台要非常高精密 所以那個定位系統 是找我們幫他開發 那開發以後 其實我們這個技術 你只要是台灣人 他不相信我們有這種技術 所以他去買美國的 所以台灣有人開發 現在有上市 我就不談太多 那現在他的股價 因為我幫Apply進來 他的股價已經有點下跌 因為有第二個競爭者 所以現在他們這些 才回頭再來 這是美國還不是台灣 因為台灣是從那個 美國那家K公司出來的 創業的 所以你要了解這個 就是說台灣做好的 人家不會信 我們剛剛聽卓董事長 他講了很多機械的名稱 聽得懂的人舉手 然後一個聽不懂的人 聽不懂的人舉手好嗎 我自己也聽不太懂 好 那我們要佩服什麼 他本來也不會懂啊 因為他念會計的啊 所以做什麼就要像什麼 你有沒有學到這一點 對不對 他根本就不是學機械的啊 然後他用的人 學歷都比他好啊 然後在他口中就要插陶啊 然後在被他改造以後 那些人變得很厲害 他也從那些人身上 學到了東西啊 為大家來介紹一下董事長 我覺得跟 對大家來說 你未必進他的行業 可是這是一種身教 來看一下董事長 親自參加 漢努威工業展 他一定要自己了解 你看他當時 親自到工廠裡頭了解 他要整頓的三星五金 然後當年他銀行是派住他而已 那對他來講呢 我猜想了 你也沒有被分到三星五金 在重整成功之後 你也沒被分到股票嘛 對不對 你也沒拿到更多薪水嘛 一毛也沒有 結果他每天忙到十二點 那一整年裡頭 他沒有桌子 但是他換到的是什麼 不是錢 他換的是他的十五的經驗 跟他了解這個行業 然後之後呢 他更天才 他不是在交通銀行一直爬上來嗎 他寫了一個外匯實務 他們說你賺兩千萬百歲 這真的假的 你有夠夠的 你真的BQ就比較聰明 450塊錢 650塊 光外匯喔 那些台幣你會買台幣嗎 那些台幣你會買台幣的 你會買台幣的 他寫掉 他的臺灣 不然可以買台幣 但是他要買台幣的 他自己買台幣的 他要買台幣的 因為他沒有 他不在內衹 突然不是 他其實是 當選那天你會不會丟掉你的美元 當選呢 我認為他不再幾位不墨其陣 當選了他發現很多狀況不是他選的 但是對世界還是影響很大 因為為什麼 這個是時代的產物 各位一定要聽懂 很多東西社會的背景一定會有得醞釀 因為美國這些年來 他以前不是outsourcing嗎 各位應該知道嗎 外包 那以前這兩年好一點 以前美國人講 美國為什麼這麼爛 事業那麼高 就是因為美國兩種人才特別多 一個是律師 一個是MBA MBA就講outsourcing啊 不行了就出去啊 所以這個產業整個就外移 所以你看前面一段大概三四年前 哈佛或MIT的那個裡面的 論文裡面很多發表了 就是說不行了 你連製造也沒有 你連研發的測試也沒有機會 所以你連後面連你R&D也有問題 所以川普呢 他現在就很簡單 他要從政美國的雄風啊 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有一個怎麼樣 這個民粹啊 就是現在這些人國家 中國大陸日本這些都是靠美國的 所以將來所以你可以看到 自由貿易一定會被限制住 所以那TPP會不會有 不知道 一定是個虧視 不可能 因為連Hillary都反對 所以台灣不要 你有空到政府裡頭去 叫他們不要花時間 要參加TPP美國隊 因為連美國人都反對TPP 所以日本人現在最頭痛的啊 然後TTIP 歐洲是全面反對 從 從 只有德國贊成 誰會贊成自由貿易 有信心的人 誰會不贊成自由貿易 就沒有信心的人 所以法國是全面反對 然後法國馬上就要總統大選了 所以這個TTIP的抗爭 在歐洲很嚴重 所以我們重新回到一個 反對自由貿易 而且把自由貿易說成是 造成貧富差距 全球化主要的原因 一直要魔化它 我告訴各位啊 這就是我常常講的 一個念社會學 念政治學 而不去學其他 其他領域的人 他寫出來的東西 對這個社會 有的時候是傷害 我告訴各位 1929年 全世界的央行 尤其是美國央行 做了最重要的三大錯誤 第一個就是 不該生息 應該要降息 結果他很愚蠢地生息 第二 當時共和黨是胡佛總統 他相信 市場 有他自己調整的機制 政府不要扮演角色 所以市場的機制是什麼 就華爾街天天有人 從那個大樓跳下去 這一次呢 因為房子改造 現在那個玻璃屋啊 你要跳門也打不開 所以這次沒什麼人跳樓 那個時候不一樣 那時候的那個 老建築的玻璃屋 就是可以有鎖門的 一打開就跳樓 所以天天跳樓 天天跳樓 我們就講說 當時的延伸性商品的發展 比冰箱還要快 所以他的冰儀館都來不及 冰庫也放不下人 這是第二個錯 第三個錯誤是什麼 因為人性都是如此 每一個國家都反對自由貿易 然後就把關稅提高 因為我想嘛 我把關稅提高 現在川普也這樣主張 很多國家都這樣子 我提高關稅 結果是什麼呢 那工作就可以留回來我這裡啊 我把關稅提高 那個是大蕭條犯的第三個 最大的錯誤 因為人性的想法就是 我把門關起來 那原來我這裡的工作 就會被保住 就不會流失到墨西哥去 從美國現在來講 不會流失到中國大陸 不會流失到日本 不會流失到台灣 不會流失到 哪些哪些國家去 所以我門關起來就可以了 把門關起來 就可以解決經濟問題 是1929年大蕭條 一個很大的錯誤 然後我現在看到 全世界都走向相同的趨勢 然後有一大群的人 都是社會學家 他研究貧富差距 這個我同意 但是怎麼看貧富差距 怎麼解決 他的答案不叫做反對全球化 然後不要自由貿易這件事情 因為自由貿易本身 你今天把iPhone關起來 不准在中國大陸生產 那童子嫌就倒霉了 他的訂單都沒了 我們的聯發科 現在出了很大的問題 我們全世界級的幾家公司 都在出問題 所以再過來就是 Foxcon也就倒大 沒富士康 然後你把iPhone的組裝 簽回去美國 那些美國工人怎麼做iPhone iPhone絕對不要買 一定不能用 一定不能用 因為美國工人 根本不可能像中國工人 那麼準確認真勤勉的工作 墨西哥的那些工人再怎麼樣 你把福特汽車的生產權 回到Detroit去 Detroit去 他的問題也照常一大堆 因為自動化之後 那些美國的老舊工人 他沒有學習電腦 他也沒有能力進入智能製造 所以他也沒有能力重新就業 所以這個國家的問題 是應該投資在教育 讓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勞工 可以重新就業 讓年輕學錯行業的人 可以重新的就業 而不是去把門關起來 去仇恨別人 可是這個世界正在走這個趨勢 那其實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 所以我就講說 特別我們剛剛我就問說 他這個版稅賺那麼多錢 所以你看他好厲害 他根本不是學機械的 他可以重整 然後他回來 人家也沒有多付他薪水 他也沒有心理不平 然後出了一本書 賺那麼多百歲 然後就去買了公司 就開始了他創業的過程 所以我想告訴各位 就是一個風範 30年前的台灣經濟 為什麼會有奇蹟 答案就是有很多 主要董事長這種人 他做什麼 像什麼 而且他非常的認真 這我要問你 我覺得你的IQ 做上映董事長當然好了不起 你應該出來做台灣的政治領袖 下面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我這是其來有志的 德國人看不起他 他去併購德國一家公司 人家本來開價六千萬 他不知道怎麼搞的 把人家砍到七百萬 你也很兇耶 我跟你講我以為我媽媽 已經是去菜市場 最會打折扣的 挺多是多拿兩把蔥 你怎麼有辦法 從六千萬把人家砍到七百萬 而且震撼德國的財界 他看不起你 你還有辦法砍架 你怎麼做到 講了沒人會相信 這個經歷 我最後一次去看那個場的時候 那當然我沒有準備買 因為我那個剛剛不是講 破產管理人士我偷 然後我都回去了 那回去我在斯都嘎的那個 洲際飯店 就準備回台灣了 就一通電話打到我旅館來 問我要不要跟他合作 講英文耶 那我就問 因為從電話溝通沒有好 我就請我一個 那時候在斯都嘎大學 念Lebron Inn就碩士了 那個林營衛他去問清楚 那我去取消行程 那個工廠 馬上跑回那個奧芬堡 然後去看他的工廠 他在旁邊 那我覺得他經營得非常棒 這個人會管工廠 那這是破產人的朋友 就在旁邊 然後他跟我說 我們一起合資好不好 來買下這個 各位我不認識這個人喔 我看完工廠的時候 OK 那我們來合資 他就提到條件 我佔45% 破產人佔他太太佔10% 各位要知道喔 德國創業去先上課 大家看 然後上課的第一堂課 就告訴你 什麼時候該宣布破產 那破產的後果是什麼 德國人破產是財務跟著你跑喔 所以他太太佔10% 那一個老闆佔55% 就說德國人佔55% 他45% 我45% 那一個老闆 所以55% 我45% 我接受 為什麼我這樣判斷 因為我要其中一個技術 其他的我認為我贏過他 他需要我 他只要好好管就可以 然後我馬上簽約 我回來正好329 台灣放假 我就趕快先打個電話 叫他們電匯 然後我把銀行團 然後我把銀行團 我負責談判 他有很多庫存 我告訴他 這庫存這個公司倒 他一文不值 那我來分析付款怎麼樣 我交一筆保證金 用多少付多少 那最後那個6000萬 就是被我這樣 用繳10萬馬克當保證金 陸續用 我不要那個6000萬 所以就搞到後來 給人家用700萬 700萬是資本的 不是給銀行 銀行只是按月使用多少 就結算付多少 所以那些東西對你來講 有使用你才付錢 對 所以庫存一毛都不值 談判 銀行團跟那個工會這些 市政府的 是我那個合夥人 去談判 然後銀行團這些是我負責談 所以我要在這邊提醒各位 我很多年30年前 在跟UCBURGERY合作的時候 在台大沒有辦 所以我去了13年 我辦了15場 在台灣借家上 30年前我們就開了 購病跟創新的管理 那時候在台灣不可思議 所以我讀購病也很長的時間 那一次就派上運用場 我自己銀行團 我負責跟英國 得過好幾家銀行談判 所以那個700萬是股本 那600萬是股本 不是給銀行 那個貨款是完全給銀行 用一個10萬歐元做保證金 那個時候還是馬克 用多少就付多少 你這個很聰明啊 所以台北大巨蛋就是 你蓋多少 我給你多少錢才對 對不對 如果是你去處理的話 OK 好 我幫學生問一個問題 我找一下上營的答案 這太特別了 它的全球營運總部在哪裡 台灣 台中 海外分公司 德國 美國 日本 瑞士 捷克 法國 以色列 新加坡 韓國 意大利 中國大陸的蘇州 是最近的 這裡頭有誰看得起你 我可能 蘇州看得起你 韓國人不敢看不起你 其他還有誰看得起你啊 其實 韓國人看不起你 韓國人看不起你 就是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 你算了解 其實大部分的唐國人都是這樣 所以你設了半天海外分公司 幾乎除了少數一兩個之外 連捷克人看得起 看不起你 韓國人是比較不會 因為這個 過幾天我去捷克 十五週年 特別邀請我一定要去參與 我們後面的時間 我怕學生快要轉別的課 我怕學生快要轉別的課 我問快一點 那我特別把他學生快要轉別的課 抓出来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你设了这么多份公司 然后你要管理他们一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你在台湾也做了工具机的 这么好的情况 你也年龄不轻了 对不对 我不是要讲你的年龄 而且说 为什么你还不断地要去苏州设工厂 要走入工业4.0 自己亲自去汉诺威工业展 为什么你的答案不叫老确信 现在很多年轻人答案叫小确信 你老个应该确信 我换一个方法讲 你还有几年可以活 董事长 你不觉得你应该好好享受人生吗 有一天你倒下来这一切都是空的 何况你去合作的人 人家都看不起你 你到底在做什么 为什么你的答案不是老确信 各位 你怎么定义确信 我觉得我很确信 不只是老确信 又老又大的确信 为什么 因为我很多理想 可以实现 我可以不断地挑战 我可以证明台湾人也可以行 我也证明我的产业 我做得好 你也可以做得好 只要你愿意学一点 所以我推动产学合作 现在我工具机所有主要的 不管零组件 现在全部有产学合作 这些年代我都推动 台中现在几个科技大学 供不应求 这是我的影响 我们办硕士论文奖 就是因为大家看不起机械系 机械系根本抬不起头来 所以我们办了十几年 就慢慢把机械带起来 附加车起来 所以你看现在新政府 五加一就有精密机械 我们小小工艺 我小学 我哥哥二次大战被掉去 没回来 我母亲一看到海就会掉泪 我是可能见到完全没有印象 可是六加国小 当一百周年找我去 那学校面临关门啊 一百年啊 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说 你这个破费的四间教室 我来阵阳好不好 我就跟他全部装潢 录个图书馆 全部录书 他们开单我就买 那我这样觉得不行 那我还有一台是 有点舞台让学生可以表演 那个所有这个音响 这些新的我都买 OK 我还不够 暑假我就派台 找台北的人去讲故事 那六年前 现在六年级都是一年 从一年开始教 我就找何家人去上英语 我觉得台湾要国际 台湾太小了 你人才必须要讲英文 我从小学 而且我指定一定要养人 我希望这个小朋友 从小就看到 这个蓝眼白皮肤的人会怕 所以我规定了之后 这个六年来 这三百个学生快关闭了 他现在一千三百多人 教育给他盖 所以你觉得你妈妈 小时候看到还会哭 然后好苦命 你从来没有想过 你会有今天 他可以回馈你的小学母校 没错 太了不起了 所以你就觉得人生 就是说人生其实这样就非常很棒 你一直做一直做 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看到现在的年轻人 因为你到现在为止 还一直在鼓励年轻人 就是像你刚刚讲的 你举办的是机械硕士论文讲 你可以去捐钱给中原院 搞不好你可以去变成企业院士 你懂我意思吗 有的企业院士比你学术程度差非常多 但是你鼓励的是年轻人 而不是去走进那个 更好像看起来有名望 其实未必真的那么有名望的地方 你不断地鼓励年轻人 你为下一代尽心力 可是当年轻人现在喊的叫 世代正义 你可能叫财团 他的感觉是如此 你为什么不是选择责骂 而是今天这样好像苦口婆心 然后平常办论文一直在鼓励他们 然后很担心他们的状况 也投资基础教育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国家是一代代传承 这个年轻人如果没有希望 年轻人他没有跟着时代改变 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有什么希望 所以其实海韵呢 整个group投资最多钱的 是在教育上相关教育 比如说我们办了硕士论文奖 我觉得还不够 所以我们又办了大学里面有修机械的 他可以我们邀请他到日本去看 去访问 那我们给了硕士论文奖不够的 因为给钱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所有硕士论文奖的老师跟学生 今年11月就会了 我们都邀请他到日本去参观 去访问 去参加conference 我们要发领询论文奖 去看头大 不只叫这样 那我觉得年轻人这样看一次 对他一生可能有很大影响 那教授可能会反映他在教学上 所以我们大部分大概都在推动 这些年轻人去改变 去学习 我想这个是我们一直朝这个路来走 那你刚刚讲政治 政治都被人家骂 我还不如我能够做很扎实的一些事情 让他可以显现出来 所以像现在来讲 这个半导体跟机器工会差太远了吧 没有 我就介入工会4.0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我机器人现在要人机血统 那人机血统现在已经做到就是 你碰到他会停 可是这太晚了嘛 那机器人会长眼睛就 你快大了的时候我就stop 所以他有视觉 那视觉 那下一代的欧盟就会有规定 那台湾怎么得了 因为你马个视觉 一个单元大概18万到20万 那三个 大概三个也要三个 那就差不多60万 可是我那台机器人以前100多万 现在是自从我做出来就60万了 那我就付给德国恩就好了嘛 所以那一次在北京我就跟这个卢超群 就是预创的董事长 他也兼企人学 那个半导学的董事长 我说 我们现在要就台湾的IC设计 正好这个工业是一个平台 所以我就 他就觉得很好 所以回来就怒 我们现在利用他现有消费的视觉 会稍微再加一点 就可以把它变成我机器人的视觉 告诉各位 大概一组只要100块美金 就可以办到 那我三组 300块美金 这1万块台币 那我这样 我没赢台湾 我的机器人 绝对可以全世界去较量 其实台湾有很多资源 你已经既有资源 你会不会要整合 那这样台湾的IC人才 所以我们现在 把国家晶片中间整合 清大交大 我们现在是希望 从大学的教育里面 的IC就要直进去 工业的概念要有 不然你设计IC没有 我们这软体的人 各位 你有没有搞工业工程 有修一点 不然你毕业以后 你怎么写程式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跨领域 现在要做 我们做一个整合 我们今天也来做一个整合 卓董事长 他的人生不是刻意安排 他没有办法安排 因为他家太穷了 他是一个没有资格 安排自己人生的人 他的哥哥更没有 他的妈妈也没有 他妈妈面对大海 只能哭 但是这么穷苦的人 他不断地学习 他考上夜间部 碰到他的同学里头 家里有企业的 他就把自己当成诸葛亮 一难杂症 不断地跟大家讨论 他不断地学习 他没有很多人家里安排好一条学习之路 他有一个他自己抓到任何机会 就不断学习的路 做什么 因此像什么 这是一般人给他的字眼 可是我会说 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 你学习到90岁的时候 会很可怕 会很厉害 大级 无敌铁金刚 再来 他的金融知识很丰富 他也大胆 也冒险 但是上营出了名的 在台湾的企业界 是一家非常政治的公司 我们有一些公司 你如果把他的财报拿出来分析 你会发现 他可能有40%是靠套外汇 就是靠汇差 靠利息在赚钱 上营完全不做这种事情 他就是扎扎实实 而他有没有这个知识 他有嘛 他根本就是 出版一个外汇的书 还赚了2300万的板碎的人 所以他把他的金融知识 用在对的地方 把一间6000万公司 才可以买下来的 他说你一文不值 我只有700万 就这样 这样搞定了 对不对 所以 你人可以有金融知识 可是你用在对的地方 不断地学习 然后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什么 感恩 而不是抱怨 他那个年代 他可以抱怨很多事 抱怨非常多的不公平 他可以花力气 你中国是什么东西啊 你国民党 中国 你满清打败了 就把我台湾割让给日本 害得我哥哥死掉了 然后你一来就来统治我们 我为什么要认同你 他有没有花很多力气 去抱怨他的时代 抱怨他的穷苦 抱怨他根本没有任何未来 有的时候我会听到 很多年轻人的抱怨 其实我会聆听 也理解 因为有很多的无奈 可是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他连无奈两个字都不会写 因为无奈就是博本家 就没有饭吃了 所以连无奈 迷茫 迷茫是你有空 还有空可以哀叹 OK 就没有了 就是人被一个时代里头的逼迫 你必须要往前走 你停在那里 你就是乡下永远走不出来的农夫 你停在那个地方 你就是只有初中毕业的一个水泥工 你停在那里 你就高商毕业的一个小会计 你就是不能停 你必须不断地走 因为这个世界不会给你机会 只有你自己可以给你 所以他非常感恩他的过去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他知道所有的机会 没有谁应该给他 他必须自己创造 然后他也善待未来 他希望 现在的年轻人 可以在他已经 有一定的能力之下 他曾经穷苦过 他想帮助 现在在机会上 穷苦的人 因为相对来讲 我们现在大学教育 比以前 好像国际化 可是教育品质在下滑嘛 就跟全世界在脱节 跟产业界也在脱节 他这位最穷苦的 台湾最底层的小孩 想尽一己之力 来帮助年轻人 他正直 他聪明 他奋进 他符合 所有巴菲特愿意 投资的对象 我不知道各位年轻人 你们看到他 所谓成功的典范里头 你学到了什么 我自己是觉得 我很惭愧 董事长 很惭愧就是说 因为我的家境 没有那么不好 那我们多少人生 都会有一些抱怨 那为什么人生 有时间抱怨呢 因为我都是比 我更好的人比 可是当我坐在 佐董事长身边 我觉得我好累哦 我常常想说 我为什么还不能够退休 他现在73 他还不想退休 他还飞这里飞那里 下个礼拜我就飞 麻省理工学院 我想到就觉得很累 怎么样 他不会 他还在飞 他还在让他的公司 市值不断的增加 然后让台湾的就业机会增加 然后再回馈台湾的社会 你这一生活得很精彩 而且我觉得很歉疚 觉得很充实 你不会去跟那些政府官员开会 觉得他们只是脑袋坏掉了 快被气炸了吗 没有 所以我们偶尔 我们每次都 尽可能去练习 给他一个观念 因为在这边 我要给各位分享 亚洲大学 我们知道 得到很多IF奖 赛源科技 今年的单轴机器人 其实单轴架起来 就变两轴三轴 你看半导体 电视一开 半导体一定有个机器人在动 那个就是从单轴机器人去组的 就Coordinate Robot 做标记人 我们今年同时得到IF跟红点奖 Red Dole 所以全球在传动领域 还没有人得到这两项奖 同时得到 这全世界来看 我们还是第一家 好 你二十岁的时候知道什么叫红点跟IF 不知道 我们早期都不知道嘛 可是创新是我们的DNA 所以今年我们也开创台湾熟潜力的 台湾还没有一个工业产品 今天可以同时得到IF跟红点奖 所以我是想说 其实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我想不要局限自己 不要局限自己 不要妄自菲薄 对 但是每一个步骤 把它落实做好 我可以跟各位报告 我在大同做 明天要离职 我今天还是做到最后一个 好好把它做 我离开交通一行 重新当临时雇员 我就用普考进入中国营养 那时候叫中国还不是ICBC 我也做到最后一天 我才走 很多人就 要离职的就耍耍耍耍 我没有 因为这样我交了 非常多的好朋友 所以我是觉得 在说那么多是 就是使用一些 这个 虽然你有很多理想 但你说要做好 每一个现在手中的工作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你就当作学习 把它给做 work 我们给卓董长最热烈的掌声 好不好 敬佩 敬佩 你听不听音乐ão 董长听不她 你听不听音乐 我提醒這個主持人 WHO在兩年前改變了人口的分類 滿75歲以前還叫做中年人 所以我現在是中年人 所以我跟一票老人家我說各位年輕人 我說按照WHO的規定 你們現在都是年輕人 25歲以前是年輕人 滿75歲以前叫做中年人 所以我跟一位 有一首歌曲送給你好不好 夏川梨美她用了一個科技 把她跟鄧麗君當時的一首日文歌曲 夏川梨美唱一段 鄧麗君唱一段 然後這首歌送給卓董事長 感謝她對台灣永遠不放棄的態度 然後理解如何讓這個社會更強 然後對年輕人所有的貢獻 謝謝她